大家好 欢迎来到Men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特殊形式中的回调函数 那接着来往下看 这节课来学习一下我们的地规函数 那首先什么是地规函数呢 其实呢就是函数体自己调用自己本身 那这个地规函数呢 它的好处是可以把一些复杂的程序呢 通过很少的代码来实现 但是呢它有自己的坏处 容易大家写的时候呢 就可能写成无限地规 就像我们的死循环一样 它会耗用掉耗尽你的系统内存 所以说在使用地规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其实呢以后像我们学到这个便利目录 包括以后想实现这种无限地分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到这种地规函数的形式 但是呢如果能不用地规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用地规 选用循环来帮你实现也是可以的 那首先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了解一下低规函数的一个执行流程 来一个function9 首先创建一个函数 functiontest 接着呢传一个参数 $i 首先先echo一下$i br 接着写上一个 if$i如果大于等于0的话 这时候我再在f中调用一下test$i-1 接着再来看一下结果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传一下test 传一个谁呢 传一个3 那你看到当传一个3的时候 3会复给$i 那首先输出一个3 放到这 我先把函数体复制一遍 3 接着3大于等于0吧 大于等于0 那能执行到我if之间的代码段 在码段中你是不是又调用了一下test2了 那接着相当于又执行了一遍 我这个函数体把它除掉 又在这执行了一遍我的函数体 传了一个2进来 那接着应该先出现一个2 接着2大于等于0为真 那这时候又能执行到他们之间的代码段 应该输出一个 调用一下test1 相当于在这又执行一遍 我的函数体 传一个1进来 那接着echo一下1放到这 1大于等于0也为真 在这调用一下test0 相当于又在这执行了一遍我的函数体 就是函数体自己调用自己本身 那传一个0进来 0大于等于0为真 那调用了一下test-1 接着再往下 再把函数体复制过来 相当于传了一个-1进来 这时候输出一个-1 接着呢 -1大于等于0为假 那现在看到这个f刚结束 那再往下这个结束了 这个结束 这个结束 这个也结束了 那执行的结果呢 应该是 3210-1 不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f function9 3210-1 这样的一个效果 第一归就是函数体 自己调用自己本身 那这个搞懂了 搞懂它执行流程之后 我们再来给你写一个 你想想 这时候的它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 f functiontest-1 同样的也是传一个$i echo一下$i 判断一下$i大于等于0 这时候我们来 调一下test-1的$i 减1 接着在下方呢 我再echo一个$i 那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这时候结果应该是多少 那首先呢 还是按照我们上面分析的一样 把函数体先复制一遍 那接着呢 我在这调用一下test-1的$3 那把$3传过来 出现的结果应该先输出一个$3 放到这 $3大于等于0为真 来执行到这 是传了一个test-1的$2 相当于在这呢 来执行我的函数体 你看到 把它粘过来 相当于传一个$2进来 输出一个$2 f2大于等于0为真吗 对吧 接着为真 为真在这是不是又是1啊 但是你这样来看的时候呢 就 一会儿呢 可能就乱了 因为它的层次又比较多 接着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形式 看好了 那现在 还是从这啊 3 3大于等于0为真吗 为真 那会执行到我们 f之间的代码段 那你相当于什么不执行 那接着也可以 程序再向下执行 那此时到了再是几 对 12 3 你先把它放到这 但是在 af代码段中 我们真正的 什么都没执行吗 我们执行了 执行了什么呢 执行到这 这样过来 你看到 又调用了一下 我自己本身 传了一个2进来 那这时候呢 你看到应该先输出一个2 2大于等于0也为真 来执行这个之间的代码段 你就先当没有执行 接着再往下走 接着又输出一个 此时到了再应该也是2 但真正的我们执行了吗 执行了 又执行一遍函数题 把它拷贝一下 又执行了一遍这个函数题 那传的是一个几呢 传的是一个test的1 那首先呢 应该先输出一个1 放到这 1大于等于0为真 还是当它不存在 接着往下走 这也是一个1 那接着在这 真正的是调用了一下test的0 执行一遍 函数题拿过来 传一个0进来 输出一个0 0大于等于0也为真 那接着在这还是一个0 放到这 那相当于调用了一下test的1的-1 那这个时候再来执行一遍 就已经有了 你看到输出一个-1 没问题 放到这 再往下 -1大于等于0吗 不大于等于0 这一次是真执行不到它了 那此时再往下走 到了再的指示多少 对是-1 接着这个函数执行完毕之后 变量被释放掉了 再往下 0 1 2 一直到这 3 所以说此时的运算结果应该是 3 2 1 0 -1 -1 0 123 你看一下是否正确 3 2 1 0 -1 -1 0 123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地规函数的一个执行流程 还要搞清楚我们函数中的变量 动态变量 当我们的这个函数体执行完毕之后 变量的值就被释放掉了 好 接着你也发现 现在如果我的函数名称改了的话 这时候你在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改我们的函数体 很不智能 对吧 如果能得到当前函数的名称 这时候就简单了 还记得我们说过这个魔术常量中 有一个下号线下号线的function 它就可以得到这个当前函数的名称 你写这个function test2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先echo一下下号线下号线的function 来得到当前函数的名称 有了它之后呢 你再写这种地规呢 就更智能一些了 你看到test2 接着我把它改一下test2321 这时候你再看 得到的是不是test2321 好 有了它之后 我们再把刚才这个例子 稍微重新写一下 正好还配合上你的变量函数 test2 首先呢 先echo一下$i 一个dr $i 接着呢 判断一下 if$i 如果大于0的话 我写上一个 $i 减减 接着 if$i大于0的话 这时候在函数体内 我来调用一下自己 那首先呢 先通过下号线下号线function 来得到当前函数的名称 f1c 接着再配合上 我们变量函数的形式 再调一下 再传递一个参数 也可以 那这时候呢 就智能一些了 即使你的函数名称变化 我也不用改我的函数体 那写完这个之后呢 你发现和刚才不太一样 这也是给大家留的一个小练习 还是传三 你想一想 结果是多少 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之后呢 真正的你就能搞东搞清楚 这个地规的一个流程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就学到了我们的地规函数 以后呢 我们用到的时候呢 再带着大家看一下 在具体案例中怎么来使用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小练习做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reaching out of the sun